赤尤环岛独兼晨宽胜地的尖沙咀香槟大厦历经13年 终于被恒地在今天统一决,完成整个地盘的收购 那是香槟大厦在1957年落石,分AB两座 位于九龙尖沙咀金巴厘道16-20号,加拿芬道40-46号 这个地皮早年是四大家族号,当家族持有的 之后被霍英东在1954年以113万卖入 并兴建委一栋十层高的商住大厦 成为当时整个九龙区最高的建筑物,十楼都最高 霍英东很有商业头脑 他当时就把香槟大厦的地契拆开 成为本港首批定立大厦公契 并以分层单位认识出售的楼花项目 最有趣的是他容许买家以分期付款认识选购单位 当时每一个单位大概是3万-5万港元 1960年代起,香槟大厦成为相机和摄影器材的集中地 去到1970年代,整个大厦仍然有很多明星出入 而且有很多著名医生在那里职业 直到1980年,随着九龙区有越来越多新式大厦落成 香槟大厦渐渐变得衰 当时部分单位是给一些黑工或黑帮 甚至是毒贩利用了一些非法用途 而去到90年代中 香槟大厦的单位仍然很棒 所以一个单位可以选择四五间劏房 变成一个一楼一缝的色彩行业 而直至近年因为他的背景和历史风暴 吸引了一些影视作品在那里取景、拍摄 自2011年起,香槟大厦先后经历过亨地或相关财权的收购 终于2023年11月获批出一个强牌令 现在历经66年的香槟大厦 经过强发程序,给亨地以一个底价17.28亿 成功统一业权,历史13年 完成整个地皮的收购 香槟大厦整个地盆面积大概是23,350平方尺 本身是一个商业地 如果整个香槟大厦拆卸重建 以厌史最高的地质比例可以发展12倍 基本上可见的楼面是28万平方尺 厌史大业主行基还没有一些发展方案 如果以一个商业地契去做的话 大概都是发展为写字楼、酒店或者银座式的商下 自从政府放宽了强牌门栏 申请旧楼强牌的数量是多了 而行机作为旧楼收购的大财团 手账人最少都应该有四五个地盘等申请强牌 不值钱的历史是否就直接掃入垃圾桶就完呢? 都不是现在时代是进步的 所以我经常都说不要阻人发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老逆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为什么 都没讲到 manage 来